莫子有一句经典的话是 莫子曾见人染丝 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 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 经过五次之后就变为五种颜色了 所以在他看来 染这件事需要很谨慎的 其实家庭也是一个大染缸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父母就必须以身作则 父母好吃懒做 孩子也勤快不到哪去 父母通情达理 孩子也会文质彬彬 决定一个人命运走向的 从来不是能力 而是后天的家庭教育 一个家如若犯了这三大忌 很难教诸懂事的孩子 一 家风不正 高度溺爱 作家马伯雍说 一个家族的传承 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 古董有形 而传承无形 他虽然看不见 摸不着 却渗透在家族的每一份骨血中 良好的家风 是一个人 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底气 也影响着他的未来 若家风不正 则人必邪 巴尔扎克比夏就有这样一个角色 面粉商人高老头 十分浇灌两个女儿 他把大部分财产都做了陪嫁 目的就是让他们过上 贵妇人的奢侈生活 可出嫁后的女儿们 却在榨取完父亲 最后一点养老金之后 无情地抛他而去 最终 他们失去了父亲的庇佑 也失去了拥有的一切 常言道 溺爱者不明 贪得者无厌 过分溺爱一个人 就不能分清是非 贪得无厌的人 永远得不到满足 父母爱孩子 无可厚非 但爱也需要把握一个度 否则就是在扼杀孩子的未来 很多时候 孩子的问题 多数是家庭的产物 是父母问题的折射 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 只有不会教育的父母 著名教育家 傅雷先生 虽然爱儿子 但绝不溺爱骄纵 他把对儿子 傅聪做人的教育 寓于立身行事 待人接物的家庭生活之中 就连穿衣 吃饭 站立 行动 说话 这样的小事 傅雷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造就了如今 温润如玉的傅聪 金庸也曾评价说 傅雷先生的家书 是一位君子 教他的孩子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君子 好的家风 是孩子受益一生的 无价之宝 也是他未来 立于人世最好的底牌 溺爱孩子的父母 都应该记住 每样事都替孩子做 将来他就什么都不会做 结果就是培养出一个巨婴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对孩子的爱 藏于心底 放手让他自己去闯荡 鼓励他任何时候 都要靠自己 这样拼出来的路 才是他一生的荣光 二 家人失和 不孝长辈 一家人在一起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是安德广沙千万坚 是传德祖上良田万寝 亦或是来往冰棚 络绎不绝 都不是 钱财外景 不过是身外之物 一家人在一起 健康平安 和睦共处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家人失和 母不辞 子不孝 即使拥有再多的钱财 家导 也终归会败落 家庭和睦 一家人同心同德 子孙后辈 也会授意无穷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户三世同堂的人家 他们在一起 过着平凡的生活 一天 父亲对儿子说 你爷爷年老体弱 活在世上毫无用处 不如抛弃于深山算了 半夜 儿子俩用一箩筐 排着老人到了西边 正准备往下抛尸 儿子说 爸爸 我们只要把人 制掉就可以了 何必把这箩筐也丢了呢 父亲生气地说 你这小子懂什么 连人都不要了 还要这破箩筐干什么呢 儿子说 若把这箩筐也制了 将来我和我的儿子 用什么把你 抬到这里来呢 父亲闻之大为惊恶 犹如当头棒喝 大梦初醒 于是 诉诉命儿子 把老人抬回家中 好好赡养 再也不敢有不孝之举了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大人的一言一行 孩子都看在眼里 你拨上何种行为的种子 就会有怎样的收获 一个人 如果对赋予自己生命的父母 至亲都能丢之弃之 又怎会让自己的孩子 成福 父母是孩子的典范 如若长辈之间 没有亲情效益 孩子也孝顺不到哪儿去 每个人来到世上 都担负着不同的角色 今天是孩子 后天也许就是父母了 孝敬长辈 既是给子女做出榜样 也是给自己留条退路 世界这么大 这一场人间相逢 不妨多一点相亲相爱 少一点抱怨和伤害 也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 放心老去 三 家德不休 常走捷径 国学大师南怀锦说过 一德 二命 三风水 四基因德 五读书 福人居福地 福地 福人居 有德才是一个家庭 最好的风水 生活中 很多人因为疲于一时的磨难 便走入了歪歪扭扭的 扬长小道 可生活的捷径 都是不好走的 小路走多了 难免会失去 攀登高峰的能力 电视剧安家里 一位公姓的老板 一位公司现今流出了状况 不得已 把祖上传下来的老洋房 卖出去 不料 半路杀出来一个 太表姑奶奶 带着一家三代人 赖在房子里 没有五千万搬家费 就不走 让人笑掉大牙的是 这个太表姑奶奶 是龚先生的远房亲戚 当年太爷爷可怜她 才给了他们一个容身之处 早就搬出去的一大家子 如今却跑来敲竹杠 据中老太太撒泼打滚 以为拿到钱就能一步登天 后半辈子不用愁了 却不知这样的行为 带给子孙后代的 只会是蝼蚁般求生 据说 这个故事原形中房子的主人 最后真给了那个远房亲戚 一笔几千万的搬家费 可笑的是 那家人拿着这笔巨款各种挥霍 很快就折腾光了 最终一切又归回了原点 过去有一句话 叫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世上多的是 各种投机取巧的小把戏 但很少有人记得 德不配位 必有栽秧的道理 老一辈喜欢走捷径 孩子自然不肯再脚踏实地 既然人生有免费的午餐 何必再自己动手去劳作呢 一旦养成这种 不劳而获的行为习惯 他将终身一害无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即便有 也不一定就砸到你 万丈高楼平地骑 盘龙卧虎高山骑 这世上大部分的成功 都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不能总是想着 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就像林泽徐写的那幅对联 子孙若如我 留财做什么 闲而多财 则损其智 子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 鱼而多财 亦增其过 孩子的人生路上 需要父母这样一盏 纸路明灯 聪明才智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教会孩子怎样做人 因为 道德常常能弥补 智慧的缺陷 而智慧 永远弥补不了 道德的缺陷 德国哲学家 亚斯贝尔斯说过 教育的本质 就是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 召唤另一个灵魂 优秀孩子的身上 都能看到父母的影子 而熊孩子的行为 也同样能从父母身上 找到原因 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很大一部分 取决于他的成长环境 一个家里 孩子是树苗 父母就是园丁 孩子是影子 父母就是标杆 父母家风症 孩子也会亲力亲为 父母和善 孩子也就知书达理 父母品德高 孩子就能自力更生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 就是渐行渐远的分别 你能留给孩子 最好的东西 不是房子 不是存款 而是受益一生的品格 和教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aby 如果你的天 有些灰 有一天你发现 人群已走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的心 又写了 有一天你发现 一个人很孤单 and don't cry 你看雨后的彩虹 花天边 有它在你 不会孤单 so don't cry and don't cry 如果你的心 又写了 有一天 有一天你发现 一个人很孤单 and don't cry 你看雨后的彩虹 挂天边 有它在你 不会孤单 so don't cry and don't cry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